各位观众听众网友们好 中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以及政协 这两会都已经结束了 那么在结束之前 他们开过一个记者招待会 就是李克强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的 这样一个记者招待会 这也是按照常规 每次两会结束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相当大规模的 有好几百中外记者 现在规模是越来越大 我们看那个场面 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 一个专门的新闻中心 搞得那么一看人数 密密麻麻的 我没有数 我估计说几百可能都少了 说不定是上千记者聚集的 而且因为它是横子排的 所以拉得很长 可以说在最边缘的人 都无法见到 那个回答问题的主席台上的 各位的脸的正面 只能是远远的望着 但即便这样的 还有那么多的媒体 每年都要参加 尤其是在换届之年 参加这样的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而且外国记者也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很多尖锐的问题 或者是 由于这个记者所在的媒体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 被中共严格控制的媒体 可能得不到提问的机会 即使得到提问机会 那么提问的问题 如果你这次问的相当的尖锐和敏感 那么以后 以后再想提问 就是说以后再有其他的机会 你就很难获得邀请和得到提问的机会 而且即使你提了一些问题 中国的这些官方的领导人 在回答的时候 都会巧妙的或者是推诿 或者是有意的不正面的回答 反正有一套应对的办法 这外交部可能也编制了 这方面的一些手册 专门提供给领导人 来对什么样的问题 做什么样的回答 所以有很多记者说 在中国提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索然无味 参加这样的记者招待会 也是没什么意思 但无论如何 他们作为大的新闻媒体 也是不能够完全回避 还是要尽量的参加 而且大家都知道 每一次这样的提问 都会给中国的官方媒体 以好几个 甚至有的时候占一半以上 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提问机会 无论是人民日报 新华社 CCTV 什么 各方面的官方媒体 占据相当大的部分 所以真正的外媒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而且有些外媒 现在逐渐逐渐的 受到中共的控制和影响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问题 能够体会到 有一些是很想问 很想问一些敏感 或者重大的问题 关键的就是说 看总理是怎么来回答 我们看到这个记者招待会 参加的人 除了李克强总理以外 还有四位副总理 包括孙春兰 包括韩正孙春兰 然后是胡春华 另外是刘鹤 另外就是作为大会 这个新闻发言的人 以及这个大记者问的主持人 那个孙叶随 他是掌控提问的这样一个 把提问的机会给谁 我估计很多过去媒体都报道过 说这种提问不是说随机的 很大程度上是已经事先安排好控制的 给外国媒体几次机会 而且给美国、日本、台湾、韩国、俄罗斯 什么样的机会 所以这都是有充分的考虑的 不是随机叫起来一个人 那么这个有意思的是 这样的一个记者招待会 设计的问题方方面面 似乎只拷问总理一个人 其他的副总理没有一个解答的机会 其实在过去 我们要回顾一下几十年前 几十年来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在那些比较开放的自由的氛围时代 有的时候是总理授权给分管的副总理 或者是下面的某个部长 去专门回答某个方面的问题 而现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新当选的 或者新获得任命的这几位副总理 连一个回答问题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总理也没有授权 把向自己提问的问题 转嫁给他们来回答 那么我们看回答这些问题里边 有一些是按照李克强自己的说法 很多都是围绕着民生的 因为只有围绕着民生的问题 才能反映出老百姓最关切的一些焦点 无论是就业问题 还有养老问题 尤其是养老金不能足额发放 在有些省出现了养老金断缺的问题 这个是很令人关注的 还有呢就是说转业军人 退伍军人的问题怎么解决 还有这个像有一些社会上比较关切的 保险的问题 这个很多农村的土地拆迁 城市里边的住房 这个产权问题怎么来得到保障 如果到期了该怎么解决 当然李克强总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基本上都是按照既定的 就是说这些年来所形成的一些规则和政策来回答的 那么在涉及到一些外交政策问题 一些国际战略问题的时候呢 它显得非常的谨慎 而且口径基本上延续了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 所定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基调 其实这个基调是谁定的呢 是改革开放时代 由邓小平基本上确定了今后的国际和外交战略 虽然后来到江泽民时代 做了有所这个变化 但是变化不大 然后呢胡锦涛时代基本上也不敢作为 基本上都按照既定的框框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 虽然习近平似乎惆怅满志 而且现在已经确定了他未来几十年 可能掌控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但习近平本人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方面 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思路 所以呢我们的感觉就是现任的总理 一般来讲不敢擅自的对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进行重大的修改和调整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按照既定的模式来回答 非常的小心 比如说跟日本的关系 通常都是要说 这个日本的关系现在呢朝着好的方向在转 但是呢 意思每次都是隐含的意思说 这个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就是日本所造成的 如果要想改善这个中日关系 必须由日本来 这个对错误做出校正 然后做出积极的努力 那么中国才能够根据日本的表现 来给予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这个这种待遇 那么这次针对日本记者提出的 就今年上半年是不是会访问日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也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 就是说如果日本方面 如果日本方面能够积极改善关系 朝好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也不能排除就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在上半年可以去访问日本 大家想一想 你看现在已经是三月下旬了 如果是讲日本怎么在积极做出努力 能够让中国感到满意 还是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去访问日本 实际上我们知道 李克强上任以来 还没有以这个总理的身份 到日本去访问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中国来讲 也是需要有这样一次正式的访问 接下来就会让日本的首相访问中国 这对改善中日经贸关系 和各方面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中国其实有内在的需求 但是每次呢 就要把这个皮球踢给日本 说这一切都取决于日本的努力 那么跟这个俄罗斯的经贸关系 俄罗斯记者提出之后 意思是说 这个虽然讲中俄贸易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好像这个增长和进步 不是特别大 但是李克强的回复是 中俄贸易现在已经达到了800亿美元 如果朝着好的方向去努力的话 是可以达到1000亿美元 甚至更高的 那么这主要就在于俄罗斯 就是说没有抓住时机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客观原因所造成的 所以李克强强调了中俄两国互为最大的邻国 那么对中俄之间的关系是相当重视的 而且愿意改善这方面的这个贸易关系 扩大贸易额 所以这个呢也是反映了过去二十多年来 中国一贯的这种主张 就是希望跟俄罗斯搞好牧林关系 尤其在经济上尽可能的给俄罗斯以帮助 给他们一些实惠 换来的是俄罗斯边界线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稳定 减少军事上的压力 那么这些年呢 其实大家知道 普京对这个领土扩张还是雄心勃勃 尤其是对乌克兰 先占了克里米亚 然后又想潜于整个乌克兰国土 那在这个方面呢 中国其实是不置可否 没有给予明确的态度 因为这个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事 尤其是乌克兰属于前苏联 他们自己的历史远远由他们自己去解决 所以中国从来不敢在这方面说三道四 只是想尽量的维持好这种经贸关系 让中俄关系不会出现恶化 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在中俄边界布置大量的军队 那么跟这个美国的关系呢 当然是重中之重 最重要的这个对外关系 就是跟美国的关系 那现在经贸问题 尤其是一出即发的贸易战即将到来 实际上已经打响 那么对贸易战的问题呢 李克强认为就是说贸易战对谁都不利 最好不要是形成这种 像打仗一样的这种敌对关系 他认为这个中美贸易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5800亿美元 虽然讲这个贸易逆差 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大 但是呢 这个是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加以解决的 他们就是说作为中国来说 也不希望看到这个大的美国的贸易逆差 所以呢 他们也是想寻求一些办法 然后呢 在涉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呢 还是用了模棱两可的 比较模糊的语言 但是呢 这个基本的态度 立场还是以前几十年来所既定的 就是说台湾当然是两岸关系 两岸同胞之间的情谊是非常重视的 然后呢 会在经贸啊 会在其他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包括在这个建设新的港澳越三方这个就是大港湾大海湾这个关系 这个新区的时候呢 不但要考虑到这个香港和澳门的居民能够获得在大陆的居民所获得的相同待遇 另外呢 也邀请台湾方面 台湾居民到这些地方来 也给予他们相同的待遇 这表明了中国对一国两制 这个方面的这些做法 还希望能够邀请台湾获得一国两制方面的一些好的福祉 但是呢 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 说这个有人如果要是想 特别是一些西方的这个反华势力 或者像如果想这个干涉 或者像干涉这样的一个台湾领土的问题 或者主权的问题 那个是中国不能容忍 也就是说 他其实暗指的就是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如果说继续的对台湾给予一些特别的支持 包括出售武器给台湾 还有强调这些国家跟台湾的共同防务的责任 那么中国是不能容忍的 这每次都是这样的一种带有警告意味的这种话 但是后来也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行动 比如说台湾旅行法现在已经被美国国会通过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跟台湾之间现在可以进行正式的官方的访问 而中国过去说绝对不能容许 说如果宣布台湾旅行法通过 那就等于宣告 中国就可以攻击台湾 可是到现在为止 中国军方并没有明确的表示和行动 所以这个只是长期以来 这种习惯的这种口吻 没有看到新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和举动 所以我想在记者招待会里边所要回答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涉及到国际战略 包括有的记者也提问了说 中国现在不断地搞一带一路 这种向外扩张 这种经济上的扩张和战略上的扩张 使有些国家感受到了一种威胁 那么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中国一直是奉行的是和平的 他没有说和平崛起 但实际上也就是沿着个思路来的 说中国不容许别人占领中国的一寸土地 强调这个领土主权的完整 但是同时也不会去侵占任何一国的一寸土地 那么只是一种友好的这种经贸往来 而且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 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 包括建设一些基础设施 对世界是有利的 他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回答 并没有针对有些国家的担忧 有些国家感到不满 他并没有想到用什么样实际的政策和应对措施 来解决或者解除别人的这些邻国的这些忧虑 有一些国家感到一种不安全感 那怎么样用实际行动来消除这种不安全感 他并没有直接的回应 所以总理的这种回答呢 往往呢是它是一种原则的立场上的这种回复 它不可能在技术细节上 或者是非常明确的给予一个回复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呢 你不能看出它真正的东西 也就是一个基本上说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这些原则立场的一种延续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 但是如果熟悉中国外交国际战略的人会认为这都是任何一个人当总理 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 那有一些总理呢比较有个人特色 比如说朱镕基 他有的时候说话可能更加明确 更加自信 更加具体 而那些担任总理 这个感觉到自己并没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尤其呢跟第一把手跟最高领导人之间沟通 还达不到默契程度的人 是不敢擅自的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发表哪怕一丁点自己个人的意见 所以现在尤其是目前这样一个状态 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呢他不敢越权做出一丁点 哪怕带有个人色彩的这种表达 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 有关这个像一些其他的就是民生问题啊 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啊 文化各个方面 包括说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 因为外界普遍质疑觉得中国在倒退 并没有进一步的开放 李克强有点自说自话的说 中国还在继续的开革开革开放 而且强调了一句什么话呢 说如果中国自己把自己的门堵上的话 那就对自己是产生了很大的障碍 中国不会做这样的事 不会说自己把自己开放的门再关上 但事实上谁都能看得出 习近平上任以来 变本加厉的让中国本来就没有完全开放的这些大门呢 似乎又关得更紧了 然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 中国的逆市场化的这种动向 也就是说不是越来越大的扩大市场 开放市场 而是呢设置了很多的障碍 而且中国加入WTO16年17年之后 都没有完全兑现当时所做出的承诺 虽然刘鹤在宣布任命为副总理之前 就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就已经表示 中国今年的改革开放的力度 将是外界所没有预期到的 就是比外界所预期的这个幅度还要大 这个说法呢 当然是表明了一种姿态 但是到目前为止 很难有人会真正相信 无非就是能够在今年 或者明年两年时间里边 把在2011年中国加入WTO时 所做出的承诺 一一加以兑现 如果能兑现到 那就已经算相当不错的一个业绩了 根本谈不上比外界预期的 还要大的改革开放的力度 何况刘鹤还不是政治总理 只是一个排名第四位的 负责经济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副总理 而且我们也知道 王岐山这个现在虽然不是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更不是常委 那么他现在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 他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协助或者通管 中美经贸关系 以及对美的外交政策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哪怕是刘鹤负责经济工作 他还是要在这个重大的政策和战略问题上面 还要听取王岐山的这种指导 那么还有呢 在外交政策方面 现在虽然外交部长王毅 又加了一个头衔 就是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的待遇 这次有人感到惊愕的是 这个杨洁篪本来是内定为副总理的 就是掌管外交事务和对外的这种副总理 过去都有这样一个职务的 但是这次被去掉了 没有让他来担任 那么现在就是王毅 那王毅呢 他不能够自己独立的形成 对外的这个政策和战略 所以还要听命于这个王岐山 所以大的这个格局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我想呢这个可以点评的地方当然很多 但是呢我想这个对今天这个 我们想就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就先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